五蕴有什么作用?我们是如何贪恋五蕴的? 五蕴又有什么过患? 对于五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大家好,我是您好阿韩 只跟您说不忽悠可时间的正念名下 何以解忧,唯有阿韩 今天我们讲第一卷第十三篇 这一篇讲的是胃换离 胃是滋味,爱味 在这里是对色蕴的作用产生爱味,贪恋 像好吃的,好玩的 吃过之后,玩过之后,我们会不断的回味 这就是产生了贪恋 懒是懒卓 老师说,如果众生对色蕴不贪爱,就不会懒卓色蕴 如果众生对色蕴贪爱,就会懒卓色蕴 同样,对于受奖行识也一样 接着讲幻和离 幻就是过幻 当我们贪恋某样东西,却发现 这样东西对自己有利有弊 经过整体衡量,发现力少必多 所以想断除,怎么办呢? 光过晃,只有光过晃才能咽离 出离就是远离,离开 比如戒烟 现在知识的普及,大部分人都知道吸烟的危害 同时仍然有一部分头铁认为,吸烟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想戒烟就要了解吸烟到底是危害大还是利益大 一旦确定要戒烟,就一心观吸烟的过化 远离吸烟人群,还要经常跟能帮助你戒烟的人在一起 一直到最终的阶段 为什么要远离吸烟的人群? 他们会说,烟是好东西啊 什么?吸烟有害健康?那不可能 你看张学朗抽了一辈子烟,活到一百 是爷们,怎么可能不抽点呢? 嗯?然后自然就递一只烟过来 大家都抽,你也就随着大家一起抽 烟也就戒不成了 同样,对于摄影为首的这五蕴 我们也要了解他们的作用和过患 在普通人眼里,五蕴的滋味很美妙 吃着美味,吹着空调,刷了视频 的确能产生喜乐 如果五蕴没有作用,不产生喜乐 大家就不会拼命抓取了 为了抓取五蕴,我们还有很多责任要承担 太多的愿望要实现 一睁眼,我们就背负着各种KPI 子女教育,事业,股票,房贷 一直背负着这些,往前跑 我们当然也知道,身体会老病死 事业会结束,家庭也终会离散 这一切都要舍弃 只是这些暂时不去管 还早的呢 今朝有酒今朝醉 有人说,现在我还拥有呀 坏了我再重新来过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一生又一生再继续 老师引导我们观察五蕴的无常生灭 放舍对五蕴的执着 舍弃对我和我所的执着 这是一个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过程 每个人的速度和进度也不一样 就像不少人说,轮回很开心呀 干嘛要舍弃 我还要谈恋爱,结婚,生娃,买房,打游戏 一个果实要成熟,需要一个过程 后台数据显示 对于阿涵和冥想感兴趣的 25到40岁的年龄段占36% 绝大部分都是在家的普通人 很多人还要面对事业,家庭,感情,经济上的压力 在这个阶段谈出离 对于很多人来说还很困难 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老师的学生中有专业的出家众 也有在家的普通人,什么职业都有 从国王到商人到农民和理发师 每个人最终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重新认识武运,认识这个世界 出家众,国王,商人和农民 在听法之后选择的路 在修法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肯定不一样 有的人想炖刀割肉 有的人快刀长乱麻 这并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 当然果报也是自己承担 老师作为优异智者 提醒我们的思考方式行业方式 不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和快乐 根据盖洛普在今年5月份的统计 美国正在患抑郁症和接收治疗的比例 为17.8% 这是历史新高 这只是抑郁症,还没算上焦虑症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默默承受 在中国的比例可能会低一些 这方面数据国内不透明不准确 只能横向比较 这就是武运的患 离大家并不遥远 认识到武运的为何患之后 选择的就是出离,远离 出离并不代表没有梦想,生无可恋 只是调整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选择了熄灭烦恼之路 老师虽然讲无欲 但还是强调善法欲 否则怎么会有正经境 正经境是激发向善的欲望 这是灭苦的欲望和动力 是必须的 正经境就是施正情 以生恶法令断除 未生恶法令不生 以生善法令增广 未生善法令生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 人导向苦的减少 苦的止息的就是善 导向苦的增长的就是恶 如果我们背负着家庭 公司子女的责任 那仍然要尽自己的责任 如果你还有梦想要实现 那就努力去实现梦想 我们要知道自己处于什么阶段 处在不同阶段的人 用功的方向和力度不一样 老师在路面之前 也要处理很多琐碎的事物 吵架纷争 告状投诉 他也跟阿南说 在他眼里只有生团 其他都是空的 因为在这个阶段有因有缘 老师处理这些事物 引导大众 对大众有帮助 但要注意 他不是一直在处理这些事物 有时候 他会摆脱这些事情 放下一切 独自到生灵中冥想 他不认为 生团是他的 需要他的射手 他讲法也没有留一手 所以 露灭的时候 他能很镇定自如的离去 朱比丘 如果 摄影对于众生没有过患 那众生不应该厌离摄影 因为摄影对众生有过患 所以众生才厌离摄影 同样 受想行识也一样 朱比丘 如果众生对摄影无法处理 无法解脱 那众生不应该处理摄影 因为众生可以从摄影中处理 所以众生应该处理摄影 同样受想行识也一样 魏幻尼所讲的逻辑很清晰 我们他念五蕴 是因为五蕴中有快乐 但五蕴有过患 而且力少必多 五蕴的过患是无常的不断败坏的苦的 只要一出生 必然要面对老病死 同时死不代表结束 还有继续 还有轮回 如果有过患 但无法解脱 那谈这些事情都没有意义 所幸五蕴是可以处理的 处理的方法就是八正道 五寿英 后来的翻译是五曲蕴 众生因为无名汤语 只取五蕴为我 我所 加了一个曲就是只取 是有漏法 阿罗汉门也五蕴 但不会只取五蕴为我 为我所 诸天若摩这一句 放指一切人天众生 天指御界天神 摩指摩罗天摩波寻 欲界天的最高层 大自在天的天主 经常破坏上法 犯 犯天 摄解出上天的天主 沙门 各宗派出家者统称为沙门 天人众 除了上面这些 剩下的天人众 不脱不出不离 指贪嗔痴烦恼 不解脱不出离 不离戏 阿罗多罗三秒三不提 这是音译 意义就是无善正得正绝 就是指正得佛果 诸位比丘 如果我对无取运的贪恋 不如实之贪恋 过患 不如实之其过患 远离 不如实之远离 然我在欲界诸天 摩 泛天 沙门 婆罗门等所有人天众中 贪嗔痴烦恼 不解脱 不出离 不离戏 永远处在颠倒中 也不能自证圆满佛果 作为比丘 我因为对无取运的贪恋 如实之道贪恋 过患如实之道过患 远离如实之道远离 我在所有的人天众中 自己清楚自己的贪嗔痴烦恼 解脱 出离 离戏 永远不处于颠倒中 也能致证圆满佛果 有一天 老师在奇数几孤独猿 抓起几根树枝 几片树叶 问比丘们 这些树枝树叶是你们吗 或者是你们的吗 大家当然回答 这些不是我们 也不是我们的 老师说 比丘们 那就舍弃不属于你们的东西 舍弃对色受想行识的直取 这引导很高明 对于我们而言 舍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那容易 真正难的是 放手我们真正心爱的东西 更难的是 舍弃身体感光之乐 自己的好恶 傲慢的习气 还有其他根深蒂固的习惯 这些都是我们真正牢牢抓取的 这就是习气 就像我们看到不认同的观点 一股无名火 跳出来指责 你这不对 可以反过来观察自己的思维惯性 观察自己的烦恼 这也是习气 也是五蕴 也要离遇的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离遇 我们在听法的时候 在练习正念的时候 至少可以练习放下 体会放下的轻松愉悦 每天都练习放下 就能体会到真正放下后 不再被五蕴所束缚的自由自在 就这样每天坚持 每天都能放下一段时间 都能多放下一点 每当我们去除一分 对我和我所的贪爱执着 心就变得轻松自在一分 直到有一天 我们能真正的完全放下 就这样坚持练习 直到有一天 刮手递落 又掉下了几个苹果 一个两个三十个 一旦从五蕴中处理 再看看自己原来的 思维方式行业方式 我和我所 曾经那么迷人 那么激动人心 那么骄傲 但见了错觉 不再出现 色受想行识 就像瀑布流 飞流直下三千尺 这里没有真正的安热 跨越了这瀑布流 跨越了悠悲苦恼 烦恼可爱的熄灭 才是安稳之处 这是第十三经 第十四经 有求有行就是四处求索 对于色运的贪爱四处求索 就是普通的状态 四处寻求世间的欢乐 随胜觉 了知明白 通过一方求索 明白了对色运贪爱的状态 老师告诉诸位比丘 我过去曾经对色运贪爱 四处求索 如果对于色运的贪爱 非常明白 就能以智慧如实观察 对色运的贪爱 同样对于受想行识也一样 主比丘 我对色运的过患 四处求索 对色运的过患 会再明白 能以智慧如实观察 色运的过患 同样对于受想行识也一样 主比丘 我对色运的出离四处求索 对色运的出离非常明白 能以智慧如实观察 对色运的出离 同样对于受想行识也一样 修正是一件严谨的事情 做一件事情 对自己和他人有利益还是有过患 我们要注意观察 有利益的事情 那就继续去做 有过患或者无效或者利益少 同时过患很多的事情就停止 看到了未患离之后 内容与前一篇一样 这些自己看 下面是色诵 过去是总说 艳离即解脱 指第八第九第十经 讲无运的无常苦空无我 发起艳离和解脱 第十一十二两经 讲形成无运的因缘也是无常的 第十三十字经讲未患离 第十五经 我们来看看老师是如何引导一位比丘正果的 一比丘 某一比丘 其手佛足 指在老师跟前行跪拜礼 确逐一面 礼拜之后 退后坐在一边 略说法要 老师的弟子也叫声闻 其中有个重要的标志 从觉悟的圣者那里听闻解脱的方法 因听闻法教而误入 所以叫声闻 任何一门技艺 靠自己摸索 和由真正懂行的老师带领学习 效果会相差很大 法服也叫朗衣 因意是袈裟 出家人穿的是坏色衣 避免红黄青白黑这些阵色 性家非家出家 通常翻译为正性非家出家 指的是由正性教法 而见在家的过谎 舍除世俗家庭出家受戒 宪法作证 宪法是当下了无孕中直接见到 也就是这一生中就正道 与之前的自证自知是一个意思 当时由于比丘来到老师这里 向老师行跪拜礼 礼拜之后退坐到一边 跟老师说 善哉是尊 现在请为我简略说明修法的要点 我听闻修法要点之后 会独自进修练习 绝不放译 不放译的休息之后 接着我应该思维 一位正性的男众 之所以出家 剔除虚发 身穿袈裟 正性教法 而见在家的过谎 舍除世俗家庭 出家受戒 是为了圆满无上清净的范行 自己能真知自己已经圆满道果 真知什么呢 此生将是我的最后生 清净的范行已经完成 烦恼已经宵禁 直直此生结束 不会在轮回中受生 这是一位道心坚固的比丘 老师怎么回复呢 快说 也翻译为善说 发自肺腑 发自真心 若随死死者 即随死死 若随死死者 为取所付 这翻译对胡建人不太友好 随死指随死烦恼 就是烦恼的意名 第二个死是意识 随死死指随顺烦恼习气 生死相续 取 只取 只欲取 见取 借进取 我欲取 简单说就是 只取烦恼 各种错误的见解 各种无意的禁忌和规定 还有 只取无印中 有个恒常不便的我 见取是只取某种见解 比如认为一切都是从饭来 都是饭所生 这就是真理 或者我最终才是最高的 你们都是幼稚园 借进取 只取对解脱没有帮助的禁忌和规定 像不能碰水 要一直举着手 不能穿衣服 这是印度的 国内也有很多借进取 有些地方扫地要从外往里扫 这叫财不外流 初一要拜什么 十五要拜什么 跟约会似的 这都是借进取 善事 是老师的十大名号之一 是长安住于不死的涅槃中 这时老师跟那位比丘说 善哉善哉 你发自肺腑说这句话 请为我简略说修法的要点 我听闻之后 会独自进修练习 绝不放异 乃至自己知道这一生结束 就不会在轮回中受生 你是这样说的吗 比丘回答老师 是的 师尊 老师告诉比丘 你要认真听 你要认真听 听完之后 要好好思维 并且记住 我现在给你解说 比丘呀 如果被烦恼意识一直到命中 这样就是随胜烦恼习气 生死相续 到了下一世 这些烦恼习气还会继续 被种种子取束缚 比丘呀 如果不被烦恼意识一直到命中 这样就是不随顺烦恼习气 就不会生死相续 不生死相续 这些烦恼习气就会断除 就能从种种子取中解脱 比丘听了之后 也明白了 回答 我知道了 师尊 我知道了 尚事 这时老师要考考这位立根的学生 老师问比丘 你是怎么理解刚才我简略说的法语 你现在给我详细解释一下吧 这是老师经常采用的教育方法 先是略说法语 提肝气领 接着问你懂没懂 懂了 好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看 你是怎么理解的 至于比丘的确很厉害 他把老师所讲的内容又分裂成五蕴 再一一破解 这就是举一反三 比丘就回答老师说 师尊 如果在摄影上被烦恼意识 一直到命中 这样就是随顺烦恼习气 生之相续 到了下一世 这些烦恼习气还会继续 被种种子取束缚 同样受想行识也是这样 师尊 如果在摄影上不被烦恼意识 一直到命中 这样就是不随顺烦恼习气 就不会生死相续 不生死相续 这些烦恼习气就会断除 就能从种种子欲中解脱 同样 受想行识也是这样 像这样 师尊 您略说的法义 我就是这样展开详细理解的 老师非常赞变这位比丘的理解能力 他又把这位比丘的答复确认了一遍 这位比丘得到了老师的认可 非常高兴 礼拜之后就离开了 按照他原来的计划修正成功 成就了阿罗汉国 老师所讲的这些内容 都要落实到自己的身心上 特别是贪爱 回味 愤怒不满 傲慢的时候 观察自己的信念 阿罕你的内容 跟其他精润不太一样 在这里 都是仅仅观察自己的身心状态 调养自己的身心状态 这是第十五经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恩老师 感恩诸位阿罗汉 感恩大家花时间 在听法思维上 祝愿大家 不被五蕴意识 不被烦恼意识 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 你好阿罕 只跟你讲不忽悠和时间的正面影响 何以解忧 唯有阿罕 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充电 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 为难您平安吉祥 一切顺利 谢谢